然后他就没有考虑过 我第二天还会去工作 然后完了他直接要求让我 哄他到凌晨一两点 之前的时候 他都陪我到凌晨三四点 都没怎么 我就觉得他现在就不爱 我连陪我都不愿意 都是借口 可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就我当时我第二天 我七点就要上班 然后完了 早上我第二天上班 就我浑浑噩噩的 好几次我就直接睡着了 他是要求你晚上怎么陪他 就让我去哄他嘛 跟他打电话 听到我如果那边没说话了 就直接打我 你是不是睡着了 你不许睡 你得陪我 我还没睡呢 你怎么能睡呢 这叫电话陪睡 是吧 然后完了他也不考虑 我然后好几次都 因为这样的事 然后完了有一次 我就睡着了 正好那天就 正好照到我们所管查稿 就看到我 我在那睡觉 先说把我工资扣了 不说 然后完了 把我叫到办公室 一正题 就这件事都对我自己 一个人去承受 你稍微 你不能多理解我一点 行 听懂了 而他老爱给我发一些 他的衣服照片嘛 发衣服照片干嘛 他发照片就是说 让我参谋参谋 我觉得平常也就 都给他说了嘛 然后有一次 他给我突然发了一张裙子 然后我就问我说 你好看不好看 我说挺好看的呀 我还没说下一句话 他直接就生气了 就开始吼 那我为什么生气 你不知道吗 其实吧 这个裙子 我去年的时候 就给他发过 但是他不记得了 但是我觉得 要是像之前的时候吧 他肯定能记得 然后他肯定会 买下来送给我 他现在呢 不但不给我买了 还不记得了 我就觉得他变了 对我不用心了 你怎么问人要东西 还要得理直气壮呢 这姑娘还挺有意思的 那是去年给我发了 给谁谁能记得住啊 后面就因为 这件事以后 他就要求我说 购物车里面有什么 你都得记住 如果我记不住的话 他就跟我吵 然后完了 师傅传对我进行 灵魂拷问 咋拷问 就平时家伙给你说 发几张衣服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一个好看 但是这其中里面 可能有一个 就是他之前 给你发过的 如果你回答不上来 那他就跟我 直接生气 然后吵一大架 这不是找不同吗 不是 我其实就很让他 用心对我 我就觉得他对我 没有之前那么用心了 他不是环境也变了吗 但是 这事确实是你做的是吧 确实是我做的 厉害